教素具有减肥、美容、排毒的功效,对身体有很多好处,因此引起了一股自制教素的热潮。 其实,家常自制教素的做法非常简单易学,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制教素的做法吧。 第一步,将准备好的玻璃瓶和苹果洗净风干,双手用肥皂洗过擦干。 第二步,将苹果去皮切块,然后一层冰糖一层苹果的叠放在瓶子中,放满瓶子的八分满就行。 将盖子拧紧,切记盖子也要开水烫了,风干备用。 第三步,摇晃瓶子。 隔几天摇摇瓶子,以便能够充分发酵。 大概需要放置一个月,观察到里边充满气泡,就算是做成了。 第四步,把瓶子里的液体倒进另外一个瓶子里,原来的瓶子封好。 第五步,饮用。 每天从瓶子里弄出两汤匙兑水喝,最好是凉白开。 早上空渡喝,午饭前一小时,晚上临睡前喝。 同理,做酵素也可以用其他水果搭配来做,制作方法一样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儿,你们学会了吗?